以巴发生的战争 台湾在以色列的旅行团 行程也临时喊咖 在今天早上 平安的回到桃园机场 有旅客就说 当时他们去完了橄榄山 就被催促赶快上车 回到饭店之后 待在房间里 一整个早上听到了 三到四次的空袭警报声响 紧接着在窗户外头 还有飞弹从上方越过 有人一度以为是在放烟火 空袭警报了 空袭警报声不断响起 在当地的台湾旅客 历经惊魂的这一刻 从饭店窗户往天空一看 飞弹就从上方越过 看到没 又打来了 又打来了 两个圆圈 飞弹还在跑 白色硝烟炸现 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 对以色列发动突袭 原本还在橄榄山旅游的 台湾团客 下一秒直冲回饭店 越路杀了 受到攻击 他叫我们要回饭店 要回我们饭店的时候 就已经路上就看到警察了 鹤枪 死弹 旅客回到饭店 一个早上至少听到 三到四次的空袭警报 回响目击飞弹的 惊险瞬间 心有余悸 很大声啊 我们两个人笑 我觉得台湾人 实在是太安逸了 觉得那是烟火吗 回过程来说已经有烟了 29人一团的台湾旅客 在以色列的行程临时喊咖 提前五小时搭机返台 平安逃过一劫 返台之后旅客在机场拥抱 感谢领队 还有人分享在当地暖心的一幕 民众不知道 因为这次要吃到 这个热店的真实 而同个搬机上 还有在以色列当地工作的台湾人 家人一早拿着鲜花接机 悬着的心 直到搬机落地才放下 一一一八战争冲突 国内晴天旅游 也宣布取消 10月10号出发的团体行程 熊子旅游 则是取消10月底前 出发的团体行程 而李天下更下架了 以色列团体行程的网页 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再出团 记者综合报导